好,Uncertainty Principle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今天呢我们要开始来讲一些很简单的部分 再稍微复习一下 然后要给大家知道一下 Uncertainty Principle呢 不是闲来没事干 而是说它确实可以提供一些重要的资讯 它无法exactly求解到 但是它可以让你有感觉 OK,有感觉呢 胜过于啊 真正把它求解出来 因为你要先有感觉 你才去真正求解 那你就知道你在做什么了 OK Chapter 9 Relations Relations OK 我们在古典的 跟我们量子力学 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几个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有个particle 在古典呢 我们可以说它在一个状态下面 这个state呢 我们怎么来描述它呢 比如说第一个 位置 第二个 动能 对不对 这样子你就可以描述得到 它随时所处的状态 以及未来要怎么前进 因为有equation 我们motion就可以解决掉 那量子力学里面呢 我们就来描述它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位方学 来描述它的状态 除此之外 还有几个很重要 比如说我们有个 Dynamic Variable Variable 它的一个变数 比如说它有个叫Omega XP 那么在古典里面呢 这个变数本身是非常define的 比如说它动能等于多少 它的位能等于多少 那这个是非常precise的一件事情 它跑到几秒钟之后 位置在哪边 这是exactly知道的 但是在量子力学里面呢 它呈现出来呢 却不是 它呈现出来却是一个probability density 或者是我们称之probability的distribution OK 我们叫做P Omega of a measurement of Omega 那常常呢 我们的表示呢 就是怎么样 怎么样把它呈现出来 就是用个期望子来呈现出 它可能实际上所代表的含义 所以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在量子力学里面 我们要知道一个状态的时候 这个状态本身有一定的不准度 只不过Uncended Principle呢 Heisenberg 它告诉我们 这个不准度是有关系的 我位置的不准度 会跟着我momentum的不准度 夹在一起 我时间的不准度 会跟我能量的不准度夹在一起 我记得上次有跟大家讲一下 Laser的基本的原理嘛 对不对 它的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 今天我还会再跟大家举另外一个 简单的例子 OK 好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要Define几个东西 在量子力学 我们说这个Omega呢 大的Omega 它是一个什么 Dynamic Variable 所以它描述是一种状况 那这个状况在实际上呈现出来的呢 我们要去计算它的期望值 所以期望值怎么计算 期望值我们就说 很简单啊 我们把它用两个V方式把它夹起来 就好了 right 这个很简单 所以这个在你们课本上面是9.1.1 然后呢 我们这个变速呢 本身可能有一点点不准度 什么叫做不准度 所以就好像我们再做实验一下 实验一样啊 我们的实验呢 你可能是 比如说这边是温度好吧 比如说我们做的实验 比如说这边是电阻 所以呢 可能我们量测到的是这样 好 那这些都是数据点 然后很简单的 我们就画一条曲线 哪一个理论 一模拟 哦 它是遵照这一条的 那它的精确度有多高 每一点的误差度有多高 基本上我们以这样子来看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很简单 这一点嘛 这一点都要量好几次啊 所以自己有本身的误差度在 但是呢 它跟理论值的差别在哪边 你要把这一点的数值减掉 在这个温度下面 这一点的数值减掉 你算起来的 fitting完了这个值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知道 这边的差别多大 但是呢 有的是在这边 这个要减掉理论值 就你就发觉一件事情 这个减掉它 或这个减掉它 有个最大的不同是 这个减掉它是正的 这个减掉它是负的 所以呢 你这整体的量到的可信度有多高 有正的有负的 假设你把这些误差度 通通加起来的结果 正负会相杀 说不定你很幸运的 数据点够多 杀到最后面变成零 然后就说 哇 我量起来是百分之百进去 但知道是不对的事情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就很简单 我们就做一件事情 我把它减掉它之后 把这个减掉的数值啊 做个平方 平方之后管理师正是负 通通都变成正的 然后把每一个点的 的这个误差度呢 的这个相减之后 只通通加起来 加完之后呢 我再取个开更好 对不对 然后我最后可能 除以全部的数值啊 还是干嘛 的那点数 我就可以知道 它的误差度的平均值 大概是多少 它的deviation 分布大概是多少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的差值呢 我们本身也用同样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将一个值 一个dynamic variable的op 它减掉它的期望值 这期望值就好像我们这边 这个fitting出来的理论的数据线一样 然后你把实际的值 减掉这个理论的线 你就把它减掉 减掉之后呢 我们做个平方 平方完之后 你不要忘掉 这些并不是数据点 这些只是operator 跟它的期望值 所以我们再把它夹住 夹住之后 你不要忘掉哦 你是算出这个东西的期望值 对不对 这个相减平方之后的期望值 但问题是 我们要的只是它的变化 你既然很机婆的帮我们平方了 那我现在要把它开更好 把它弄坏 那么这样子 我就定义出一个不准度 OK 在量子力学里面 if delta omega等于力 假设有这种状态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 你刚刚好呢 就在它的item state上 假设这个不等于力 它告诉一件事情 你可能是个arbitrary state 一个任意的一个状态 can be ok 不要说can be 它就可以equal to一个什么 linear combination of omega 对不对 它就会变成一个 omega的linear combination 那你本身就会有一些怎么样 不准度 ok 好 那我们紧接着呢 我们以后 我们下面呢 将来做两件事情 OK 假设呢 我们有两个operator 哪两个呢 omega gamma 通通都是hermitian the operator OK 两个通通都是hermitian 而且呢 我们要计算 他们两个的变化率 in an arbitrary state 在一个任意的状态 所以说这个任意的状态 绝对不是其中一个icon state ok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看 我们要来怎么来做 尤其呢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non heisenberg uncertainty relation 还有知道它low bound 这两个相成了low bound 这两个成起来呢 其实就是我们 concertainty relation 一个形式 但是它没有给你一个等号 它给你是个大于等于的一个符号 它的low bound 就是等于的部分 是什么样的状态下面 它会有个等于的一个数字 ok 这个是我们要做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 我们怎么样来求得这些东西 ok 我们先 给个definition 一个定义 假设 omega and γ 通通都属于hermitian 它们呢 都是hermitian的 operator op 那么 这个时候呢 它定义了 这个omega 跟这个大伽马 会等于i的 这个 这个什么 sigma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两个是hermitian 算出来的这个呢 也会什么 也是一个hermitian ok 这个是9.2.1 你有没有发觉 这个你早就做过 在我们很开始 第一章讲解的时候 究竟结果这个问题 类似 但是呢 我在猜大家可能会忘掉 所以请大家回家 再做一次 请你证明 当这两个是很明显的时候 这个一定是很明显 ok 请大家做一下 所以这个很简单 好了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 来做做看 现在呢 now 我们要做的是 这两个 delta 要相乘 但因为每个delta 根据他的定义是 哇 你看在那边有个开根号呢 太复杂了 我干脆 先把它平方了再说 然后把它呈现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 Omega 减掉delta 抱歉 Omega 减掉Omega的期望值 的平方 然后被两个微方寻夹住 这是第一个 对不对 第二个呢 是伽玛 到了伽玛 减掉大伽玛的 期望值的平方 再被微方寻 夹住 它就是等于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这个完全就从定义式 把它搬下来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是你们课本的 9.2.2 好 那其中请你不要忘掉一件事情 这个是等于什么 这个是 Omega的期望值 Omega的期望值 本身就是等于Omega 然后两边呢 用个微方寻把它夹住 这没有什么 也是上面有写的东西 好 现在呢 为了要简化起见呢 我们将这个 这个其中一个符号呢 用简单的方式 来表达 比如说这个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把它定义为 Omega的上面有一个 好像Operator尖尖的一个帽子 这个呢 其实我没有包括平方向哦 所以呢 我不要弄到 这个呢 我把它定义为 伽马上面一个尖尖 OK 那么假设你是这样定义 相当于这个 是等于Omega减到Omega的期望值 这个伽马尖尖的 是伽马减到伽马的期望值 请你呢 也证明一件事情 我要是把这个Omega 尖尖的这个 跟 这是Lamda还是伽马 它本身也会等于 类似这样 那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它是Hermission 它也是Hermission OK Homework 反正这些都很简单 请你证明一下 它确实可以这样子行 反正这个两三下就解完了 花不了几行 OK 所以请大家呢 熟悉一下Operator的运作 好 那我们现在呢 继续下来咯 我们希望呢 就是能够把两个相乘的东西 把它解出来 看看它是变成什么东西 好 我们现在从这边来了 我们刚刚做的是 这个的平方 乘上这个的平方 等于什么东西 好 所以我们把它简化一下 中间这个已经变成 Om一个尖尖的 然后呢 另外这个也是一样 上面一个尖尖的 对不对 我们已经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 但是问题是 这边外面有个刮户平方啊 所以我那边少了一个平方 我现在把平方加上来 OK 我把它加上来 这一加上来就相当于 这边有两个相乘 对不对 这个乘以这个 那我就可以说 后面的这个是对这个作用 前面的这个是对前面作用 那这样一作用 我一摆进来 是不是要 要加上个Degg 对不对 就得给Omega 那这个摆到后面来呢 就是照样摆进来 这样子而已 同样的这边平方 就相当于两个相乘嘛 所以我也可以这样子写 OK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本身是什么 Hermission 什么叫Hermission Degg 你自己啊 对不对 一个Hermission operator 你怎么知道 这个就叫Hermission 所以它会等于自己 对不对 等于没有的 我可以这样子写 结果你现在变成自己 这个VFU 先被它作用完之后呢 对自己做什么 内积 这个VFU 被这个作用完之后呢 对自己做内积 OK 所以这个部分呢 很简单 好 我们先把这个 大致上留在这边 然后我们要从这边呢 用另外一个式子呢 开始来看看 它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 开始下去演进 我们来复习一下 有一个inequality 它是告诉我们 假设你有两个向量 V1的平方 V2的平方 它一定会大于等于怎么样 两个内积 的平方 它一定会这样 对不对 随便画一下 假设有个向量A 有个向量B 这两个的长度 相乘 长度相乘 这里面是 内积啊 内积是什么 比如说 A投影到B上面 的这个长度 乘上B的长度 再乘上cosin 对不对 A dot B 是不是等于A的大小 乘上B的大小 的cosin 对不对 现在呢 好吧 我把B投影上来 也可以 我把B投影上来 所以这一段 就是B的投影量 B cosin 再乘上A的大小 这一看就知道了嘛 A的大小 乘上这个的大小 一定比A的大小 乘上B的大小 来得小嘛 right 这是很基本的 除非 这个刚好 跟它叠在一起 那这个时候 你才会是一样 所以 这个本来就是 很基本的一件 很基本的东西 OK 好 那我们有了这个之后呢 这个等号啊 只有当什么时候存在 Is true Only when 只有当他们两个 要平行在一起 比如说V1呢 跟V2啊 当中只差一个长数 也就代表他们是 以相当眼光来看 是同个方向 只是大小可能 有一点不太一样而已 OK 就只是这样子 那你就有等号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 所以我们把这个呢 引进来 用这边来看 这边是两个东西的平方 跟我们这边两个 有点deviation的平方 是同样的东西 我是不是也可以写成 大小等于 这两个的内积 我是不是可以写成这个样 对不对 那看起来很简单嘛 这应该没有问题 记住啊 这边有宝盖头啊 有宝盖头啊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等于什么 Omega减掉 Omega的期望值 OK 好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来做以下几个操作 OK 这个地方当然我可以 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 通通移到中间进来 所以这边是不是可以写成 微方选写在这边 微方选写在这边 中间可以变成什么 这个要移进来 是不是变成Omega了 这个的 的格 乘上 这个大的 OK 那么这个格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很明显的 是不是又等于它自己 是不是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边呢 就可以一路等下来 等下来 等到这个地方 好 我们必须把这个呢 编号 9.2.9 我们把它编号 那我们再出来 再继续处理之前呢 我们要来看看 一个状况 好 抱歉了 这边有个平方忘掉了 所以这边夹平方 好 这样才不会漏掉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个 现在呢 它这里面夹住的呢 抱歉 抱歉 这边都要有这个 尖尖的 差点忘掉了 我们干脆用黄色的 来表达它 我们才不会每次都忘掉 你可能不会忘掉 但是我会忘掉 OK 所以我就用这样来表达 好 这两个呢 我可以写成这样子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一看就简直废话嘛 这当然是这样子啊 因为你把它通完分之后呢 上面这两个不就消掉了吗 变成两倍的它再出一二 不就又变成原来的 但是当你这样子写的时候呢 它可以带入的是不同意义 比如说这个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呢 我们大家很熟知的 这个anti-commutator 第二个可以写成正常的commutator 是不是 我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我把9.2.10带到9.2.9 把里面的这个东西 我可以带到这边 那么这样一来 是不是就告诉我们说 Ω的平方 Delta 大浪达平方 要大于等于什么东西 大于等于一个东西的平方 里面呢 两边各被这个夹住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是 这边有个微方圈 这边有个微方圈 那中间就是它嘛 那我就造超 是不是他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一边弄个刮斧把它挂起来 好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开始来执行看看 其中请你记住一下 这个东西呢 它是什么 它本身会是个Hermission OK 后面的这个呢 最前面已经有讲了嘛 它等于什么东西 爱干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后面这个呢 它可以写成这样 而其中的这个呢 又是Hermission OK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设是这样子 那我们要是把它夹住的时候 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这个写在这边 然后二分之一 把它提出来 二分之一先提在前面 它一定会是实数 因为Hermission本身的 因为Hermission本身的 Expectation value就是实数 所以这个呢 属于实数 对不对 属于real 好 后面这个呢 因为这个Hermission 因为这个很Mission 所以相当于你这个地方是 干脆这样子 把I提出去 这边是不是可以变成I 这个 对不对 但因为它是Hermission 所以它自己本身 你把I提出来 它自己本身也是实数 实数乘上个I 你告诉我它变成什么 虚数 属于虚数 对不对 我们要把它平方 对不对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就相当于 有个东西的平方 两个东西相加的平方 一个实数 一个虚数 二分之一我可以提到前面 所以我们这边稍微运作一下 假设你一个A 再加上I B的平方 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什么 当然就是I A加上I B 乘上A减掉I B 所以会点A平方 减掉B平方 负负得正 再加上B平方 是不是它可以写成 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这边就相当于一个实数 加上一个虚数的平方 就等于两个 实数部分 不管虚数 实数部分的平方和 OK 所以呢 我们呢 可以让它等于 来 我们写在这边 我们这样子一来 左上方 OK 我们继续延续一下 对不对 这个 大于等于 二分之一 是不是可以提出来 的平方 就变成四分之一 然后里面要分别 各个实数部分的平方 那我们是不是就变四分之一 写在这边 里面第一个是 这个位方圈 然后对里面的 这个anti-commutator relation 的平方 再加上 再加上 这个 我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 记住 这个时候 我只保留这个 也就是说 这个i的部分 这边纯虚数 是因为前面有个i 所以只有这个的时候 就剩下实数部分 就好像 ib 我把i去掉 只剩下b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完全可以这样子做 好 我们继续做下来 这个地方 这个会等于 四分之一的 这个 平方 再加上 四分之一的 这个东西 那这个时候 我要先把它写成 h bar平方 if 这个gamma 等于h bar 假设它本身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样一来一看 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部分 这个本来就是实数 对不对 我们最右边有跟你讲 这个实数的平方 因为实数 你可以有正 有负 有零 这平方 它永永远远大于零 所以这个部分呢 永永远远大于零 对不对 对 这个绝对只平方 这样就对了 OK 谢谢你 OK 好 那这个一定要大于等于零 那么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 一定要大于等于 四分之 h bar平方 开根号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 uncertainty relation OK 非常简单的部分 那其中的等号 true only when 什么时候它会有等号呢 当这个 跟这个 当中呢 只差一个常数 c 在这种状态下面 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 跟这个的 anticommutator relation 等于零 因为就相当于两个矩阵 两个hermission的矩阵 假设两个是hermission的 你A乘B 跟B乘A 刚好差一个符合 所以你一相加呢 它就变成零 对不对 OK 我们就得到一个 Hermissionberg relation 好 得到这个看起来 好像也没什么嘛 你就是两个东西 现在问题是 这两个东西是谁呢 假设一开始 你要吻合 这两个东西 也就是说 Omega Gamma 因为这边 我们要求它等于h bar 对不对 你要让它等于h bar 我们熟知的 这两个operator 是什么东西 一个是x坐标 一个是p momentum 对不对 这是我们熟悉的两个嘛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两个啊 开始来把它做一点东西 对不对 好 那么到这边 我们只有relation uncertainty relation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 由这样子来看看 符合这种状态下面的 v function会长得什么样子 OK 有什么v function 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不准度的 一个测不准的 一个现象呢 我们想要知道一下 好 所以我们紧接着呢 我们就来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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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